成功的秘诀 我们请Mr Lee 先对镜头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李自从 来自巴神 我的公司是 Lunia Poniment Extrusion Sendian Berhad 我是公司的创办人 接着下来 我要请Mr Lee 来分享一下 今天得奖了 那你觉得成功的秘诀有什么呢 成功的秘诀是 我们对人 持之以诚 对事 持之以恒 也就是说 对人 我们对员工 对客户 还有 那个供应商 我们都是以诚恳的心 对待他们 对于事呢 我们就持之以恒 我们就要有恒心的把工作完成 当然 我们公司都是以团队出发 我们各自齐位 把公司的目标任务完成 接着呢 介绍一下公司的专业业务 还有是哪一个行业 我们公司是从事这个生产汽车零部件 主要是在这个汽车的密封条 我们公司也做客制化的橡胶和塑胶产品 还有这个加剧的事件 在这一刻有没有特别想要感谢谁啊 或哪一些单位 我想感谢 是主办单位 给我们公司的肯定 那接下来 还有我公司的团队 他们努力 不劳不弃地把工作完成 接下来就是公司的客户群 他们因为他们严格的要求 时间节变成我们公司要跟得上 进而我们公司就提升我们的能力 好 去年呢 这样的一个疫情应该是很挑战的 那分享一下您如何打败或者是说跨过这个疫情 我们公司是跟着政府的SOB来行事 当然员工方面呢 他们也是给高度的配合 还有呢 就是对于公司的资源 还有我们的供应商 还有客户 我们都是用视频来沟通 确保所有的工作 都是按照计划进行 好 最后说一说 公司接下来的一些规划和计划好吗 我们公司会朝向工业4.0发展 就是最近我们公司也接受 就经过这个政府报告的那个审核单位来评估 评估我们公司的那个能力 那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中 相信在有了这个工业4.0 我们的那个生产效率会提升 我们的那个包废率会降低 这样子我们就会把我们的产品的那个 造价降低 进而我们公司就提升我们公司的竞争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